请记住,2023年中国有六大科技可以改变世界格局 它们是让美国极度敏感的JFR超高速风动 让中国核能崛起的玲珑一号 让日韩心碎的国产豪华邮轮 可能让中国航天登顶的载人登月发动机 主动改变中国乃至世界的深造太阳 中国科技立国之战的华英Mate60 这六项科技每一项都是各自领域环冠山的明珠 它们有的让中国科技崛起 有的扭转中美科技局势 有的则能改变中国乃至世界的未来 非常荣幸的是 我们一年之内就掌握了六项 那么它们究竟强在哪里呢 哪个最强呢 今天雪猫就借此机会来说说这些技术 中国第一个改变世界格局的就是JFR风动 2023年中国新一代JFR超级风动正式通过验收 这意味着它已经正式成为常备大型科研设备 当时这个消息让美国媒体极度敏感 进行了大量的跟踪报道 它们为啥这么在乎超级风动呢 因为它可以用在航空航天 飞机火箭和导弹等等大国重器的模拟实验中 被称为航空航天工业的地基 没有它 一个国家的航天和高精尖导弹就无法顺利研发 我可一点都没夸张啊 就拿美国超音速导弹来说 为啥总是屡屡失败 就是因为它们没有先进的风动配合实验 这让美国导弹性能落后中俄一大截 为啥它们不惜私会和俄罗斯的条约 也要搞超音速导弹呢 然而至今都没能成功 更让美国媒体们不爽的是 中国风动是踩着美国上去的 美国曾经是风动的大国 1931年时 美国兰利研究中心就建造了世界上第一个全尺寸风动 它的宽度超过了18米 高度也超过了9米 可以把整个飞机都塞进去做模拟实验 在二战期间 美国建造了整整8个全新的风动 反观中国直到1978年 才建成了第一座大型风动 FL13风动 两者差距在40年以上 然而在接下来的30年时间里 中国风动技术却实现了逆势翻盘 一举打半面国 我们是如何办到的呢 这就得从高速风动本身说起 超高速风动是要模拟飞行器 在超音速时飞行的状态 因此超高速风动就要满足三个必要条件 一个是要模拟5倍音速大小的风速 二是要模拟出几千度以上的高温 三是这两个条件还要坚持足够长的时间 然而这三个条件就是不可能三角 发达国家的原本设想是 将空气压缩在气管中 在吹气前进行通电加热 这样就可以模拟出高温高速的场景 但是这个方案有个很严重的问题 就是储机罐的材料 能承受的压强和温度有限 只能做出7倍音速 30毫秒时长的超高速风动 虽然他们找了各种昂贵的材料 结果也没能做出更先进的风动 而中国却另辟蹊径 直接用氢氧爆炸产生的轰击波 来模拟这个场景 事实证明 玩炸弹中国是一流的 不仅能控制的好 还能让它长时间保持高速高温 2012年 中国就造出第一个爆轰式超高速风动 JF12 它的风速可以达到5到9倍音速 持续时间长达100毫秒 全面超越美国 更关键的是 它的造价非常低廉 根据统计 JF12风动造价只有4000多万 每次实验的费用不到5000元 对于美国风动路线来说 几乎是降费打击 在它面试后 全球各国都在学习这个路线 但是只有中国做的最好 JF12风动 就是在这个基础上进化而来的 它的性能更加出色 将这种技术下放到民间 中国汽车 飞机 动车等等 都可以用上廉价的启动实验 说它领先全球20年 一点也不为过吧 然后说说中国第二个 可以改变格局的技术 是人造太阳 人造太阳就是可控和局变 它就是人类的终极能源 没有之一 但是它的难度也是世界级的 以往谈到人造太阳 科学家都只有一个答案 50年才能研发成功 因为说的次数太多了 导致很多人对人造太阳 已经不抱希望了 但是在2023年 这个情况改变了 科学家们已经明确 在未来30年 基本可以成功功课 可控和局变技术了 而且这是本猫 亲耳听到 我们中国科学家做出的预测 这意味着 可控和局变离我们不远了 更关键的是 中国在可控和局变上 已经开始领跑全球 中国目前有两个 世界出名的人造太阳 一个是环流季三号 它主要研究 人造太阳温度上限 找出更优秀的材料 还有一个就是东方超环 也叫East 它主要研究 人造太阳持续的时间 时间越长 发电能力也就越出色 幸运的是 在2023年 中国两个人造太阳 都数次突破历史 先是4月份 东方超环稳泰等离子 运行超过403秒 提高了4倍的成绩 然后是8月份 环流季三号 首次实现 100万安培等离子体运行 创造了中国运行的新纪录 即使放到全球 也是数一数二的成绩 中国科学家多次表示 我们有信心 让核聚变之祸 在中国点亮 要知道 中国一向从上谦虚礼仪之道 能让我们的科学家 说出这句话 就代表着 中国可控核聚变技术的储备 确实临先其他国家 但这还不是 中国可控核聚变的影响力 因为这两个人造太阳的表现 中国在国际人造太阳 IT12项目中的角色 越来越重要 以前我们只是承担了 8%的任务 在整个项目中 地位还比较低 但是我们并没有自我限制 而是形成国内外 两条发展路线 一条在国外 突破技术限制 验证自己的想法 如今中国成为唯一一个 能按时完成自己任务的国家 而且还帮助其他国家 承担了很多项目 中国在IT12上的地位 也越来越高 可以说 深刻地改变了 全球可控核聚变的格局 在可预见的未来 属于中国人造太阳的时代 才刚刚升起 中国第三个 可以改变世界格局的则是 国产豪华邮轮 豪华邮轮被称为 造船业的三大明珠 以往 这颗明珠都掌握在欧美人手里 强如日韩都得靠边站 但是在2023年 这颗明珠被我们摘下了 先是在6月份 国厂豪华邮轮正式下水 然后是9月份 豪华邮轮开启第二次试水 接着元旦当天 正式启动载客首航 而中国第二艘豪华邮轮 也在建造当中了 不久之后就可以面世了 这也宣告了 中国正式打破了 西方长达百年的 豪华邮轮垄断 豪华邮轮非常特殊 它是三大明珠中 最难最复杂的船型 首先就是 它非常的复杂 是目前全球最复杂的产品 没有之意 国厂豪华邮轮 长度超过330米 总冬位达到14.2万吨 是中国航母的两倍大 单单客房就达到了2000多件 而它的零部件数量 超过了2500万个 是大飞机的5倍 汽车的2500倍 说它是全球最复杂的产品 也不为过 成千一艘豪华邮轮 就意味着 中国要打造一条 世界上最长的造船产业链 一旦这些产业链发展牢固之后 那么中国造船业 将会得到质的提升 无论什么船 我们都可以快速打造完成 这是非常可怕的 要知道2023年 中国造船业 已经承接了 世界66.6%的传播单量 已经证明了 我们传播规模 超过了其他国家的总和 如果我们还能打造出 顶尖的造船产业链 意味着 中国造船业 不但规模领先 其他国家的总和 而且技术和产业链 也全部领先全球 说它改变造船业的格局 一点也没夸张吧 其实啊 何止造船业格局 就是海权格局 也可以打破 如今 中国造船能力 只有二战时的美国做到过 他们曾经在几年时间内 爆出百艘航母 一举成为全球霸主 如今我们有希望做到吗 我认为完全可以 2023年 中国在承接了 如此多的国际订单时 还创下了 5艘052D驱逐舰 同时再见的奇迹 试想一下 一旦战争爆发 中国造船厂 火力全开会怎么样呢 估计航母和驱逐舰等等 就跟下饺子没啥区别 这就是豪华游轮 给我们带来的潜在提升 曾经我们因为闭关锁国 错过了航海时代 如今我们奋斗百年 敢于对任何海上力量说不 你说它能否改变世界格局呢 第四个可以改变格局的技术是 玲瓏一号 2023年8月 玲瓏之心吊转成功 它是玲瓏一号的核心部件 相当于人的心脏 它的成功吊转意味着 玲瓏一号即将成为 全球第一个商用小鲜核反应堆 玲瓏一号和华龙一号 并称为中国的双龙会 但很少有人知道 玲瓏一号比华龙一号的地位更高 它不但是中国自主研发的 而且是真正改变了 中国在全球核能的地位 2012年福岛核事故后 几乎全球都在反对建设核电站 为了拯救核能 国际原子能机构组织的 全球科学家们进行研讨时 最终决定 核能应该往两个方向发展 一个是影响范围更小的 小鲜核反应堆 一个是更加安全的 第四代核反应堆 但是这两个技术太难了 没有任何先例可以参考 对于全球各国来说 都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面对这种难度 有些国家就放弃了核能发展 有些国家则埋头搞科研 中国当时成立了数个项目 有小鲜核反应堆 也有第三代核电站改进 还有第四代核电站 可以说是全线出级 其中 玲瓏一号就是小鲜核反应堆的代表 可以说 它既是中国核能 与世界各国竞赛的代表性项目 同时也是世界核能领域的希望工程 2014年 玲瓏一号率先突围了 当时中国在核能展上公布时 瞬间就引起了世界轰动 它的体积只有常规核电站的三分之一 而且可以模块化组装 可以多样化使用 不管是城市 海边 还是偏远地区 都可以快速部署 引起了整个会长科学家们的注意 这是中国第一次在国际核能界 以主角的身份出道 2016年时 国际原子能机构 通过了玲瓏一号的安全认证 成为全球首个 获死殊荣的小心压血堆 再次惊艳全球 2017年 玲瓏一号整体设计全部完成 4年后 又在海南正式建设 成为全球首个开工的 陆上商用模块式小堆 玲瓏一号国际原子能 小型核反应堆战略是可行的 同样证明了 中国在核能领域的实力 在它之前 中国核能积极无名 在它之后 中国挤身全球核能领头样的地位 说玲瓏一号建政 和改变世界核能格局 一点也不为过吧 其实不只是玲瓏一号 中国核能还有个代表产品 全球首座高温气冷堆 它在2023年 正式投入商业运行 高温气冷堆 是第四代核电站的代表项目 即使发生任何事故 都不会出现堆心融毁 更不用说放射性物质泄漏了 它和玲瓏一号一样 都是最先进 最安全的核电站 也都有能力代表 2023年中国核能 最重要的项目 但是由于玲瓏一号的地位 太特殊了 它更值得我们铭记 第五个可以改变格局的技术 华为MAT60 华为MAT60被称为 2023年的蒸汽机 但是依然有很多人 低估了它的影响力 如果单单从技术上看 它的芯片并不是最强的 甚至产能都不够多 但却依然让整个中国人 感到热血沸腾 即使是最不喜欢华为的人 也会在那段时间 给华为点赞 因为MAT60 早已经不是一台手机而已 它的影响足足有三层 每一层的意义都很大 尤其是最后一层 让美国人感到恐慌 首先就是对于华为来说 这是一次漂亮的反击战 大家都知道 华为是被美国制裁 最惨的企业 没有之一 甚至在MAT60之前 美国商务部长 联盟多访华时 还不忘威胁华为 说华为如果继续研发高科技 将会被更严厉的制裁 说白了 就是要将华为打趴下 结果的 华为并没有和它打嘴炮 而是在联盟多访华的当天 正式发布了MAT60 这次发布会 直接把联盟多打懵了 他前脚威胁华为 后脚华为就放出大招 说自己突破了芯片制裁 这不就是妥妥的 英雄打败大魔王的喜马吗 于是全中国乃至整个世界 都沸腾了 雷蒙多成为了最大的笑话 甚至反而为华为代言了一波 华为出了口恶气 美国整个上下都震动了 因为华为突破芯片封锁的 第二层影响 就是打破中美科技战的僵局 自从2018年后 中美就开始了贸易战 舆论战 科技战和金融战 当时贸易战和舆论战 中国打赢了 科技战成为了主旋律 他们对华为和中国上千家企业 进行了技术和产品的封锁 制定了小院高强战略 意思就是 在高端芯片 人工智能的少部分领域 联合盟友对中国进行技术封锁 MATS60的诞生意味着 美国小院高强极限施压策略再次失败 科技战打的就是信心 美国和他们的盟友 抱着自损800的策略 也要阻止中国高科技的发展 但是结果 他们打了半天才发现 自己已经损失了1000 中国还能突围 这就非常打击他们的信心 如果注定打不赢 那干嘛还要损失自己的利益呢 原本美国制定了芯片产业回流政策 威逼全球产业到美国建厂 但是MATS60之后 欧日还开始在国内发展芯片产业群了 这就是影响力 说华为MATS60改变格局 没毛病吧 而这还不是MATS60最大的影响力 它第三个的影响更大 那就是华为背后的供应链 要知道 MATS60可不只是芯片 都是美国制裁的对象 华为是如何获得这些零部件的产能呢 美国和世界各国都将华为手机拆了个底朝天 却发现其中至少有三分之一 抒发找到供货员的 其中包括了折贴屏 芯片以及其他高端零部件和材料 这意味着华为背后隐藏着一条 非常庞大的供应链 它们可能藏在国企里 可能藏在民间 也可能藏在合资公司里 更关键的是 它们不受美国的掌控 这就让美国感到非常紧张 它们一向都是站在产业链的上游 可以牢牢把握各个产业的动向 而华为更是它们明令尽止 不让别人给它们供货 能绕过美国 意味着这个供应链的实力 远超美国的想象 那么 它们除了造手机 还能造别的吗 知己知弊 方能百战百胜 如果自己的底牌都打出去了 敌人的武器却层出不穷 你说这场战争还怎么打 这才是美国最怕的地方 因为它随时可以成为一个 改变世界格局的力量 然后说说最后一个改变格局的技术 载人登月发动机 2023年 中国载人登月火箭发动机 连续试车成功 这次成功不仅验证了 技术方向是对的 按照以往的经验 只要方向对 具体细节再完善到火箭上 一般都会成功 整个过程也会在5年之内完成 这是什么意思呢 也就是说 按照我们以往的惯例 我们载人火箭首飞 很可能在2028年就能完成 一旦它成功发射 那么2030年载人登月的目标 也可以顺利完成 这就给了美国巨大的压力 要知道 美国为了赶在中国之前 完成重返月球 不仅重启了登月计划 而且将登月时间定在了2024年 也就是今年 这几天又改到了2026年 依然赶在中国之前 为啥他们这么着急 主要就是因为 载人登月的意义不同 航天一直被人类赋予了两层含义 一是代表了人类最高的科技水平 我们现在的芯片 计算机 互联网 卫星导航等等 都是当初航天下放的技术 谁能在航天上走得更远 那么其他国家就会默认它在军事 科技等领域的实力储备最强 当初美苏为了争夺这个位置 打了几十年的太空争霸 而赛人登月 就是美国曾经打败苏联的最大项目 可以说 它代表了人类最高的科技水平 因此美国作为科技灯塔国 绝对不会将这个荣誉赞给其他人 为了达成目标 他们甚至不惜付出巨大的代价 也要邀请了盟友 签署了阿尔特密斯协定 一起来瓜分太空资源 如果美国不能率先登月 那么这个协议不就白费了吗 而中国赛人登月发动机的研发成功 必然会让美国投入更大的资源 和我们竞争 航天投入的多了 那么其他地方就投入少了 一定会改变科技竞争的局部结果 这就是它带来的压迫性 还有一个影响力可能更加深远 人类未来注定是要走向升空的 就像数百年前的航海时代一样 谁能率先走出去 那么谁就能在未来占据先机 就像咱们的航天科学家一样 我们错过了航海时代 让后世子孙被欺辱了百年 我们不能再让后辈指着我们 说我们短视 这次一个简单的发动机突破 但它煽动的翅膀 将会在未来百年 甚至千年带来巨大的影响力 甚至直接决定了 我们在太空领域的走向 说它改变格局 同样没错吧 纵观这六大科技 你会发现 它们的意义非常深远 或许几年几十年后 我们都将铭记这些技术和突破 愿星辰大海与我们同行 好了我是熊猫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见